那很多客户呢因为不习惯看文字 就是我们公司的网站其实写得很详细 但是大家很多人就觉得看那么多文字很麻烦 所以说我们做了这一期视频 能够让新客户对于海运行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那我们公司有两个运输行李的途径 一个是空运一个是海运 那我们先讲讲一下海运 海运的运汇是第一 1到19公斤 首重15块每公斤 续重10块每公斤 那20公斤以上 1公斤是8块新币 没有同期回国的客户 护家会是4新币每公斤 那这个运汇呢已经包含了海关税款 国内快递会 那电器类呢要自己交税 税款等于货值的20% 没有同期回国的顾客 指的是现在人已经在国内了 你行李要运回国 或者人在新加坡行李先运回国 那我们现在收担呢 有算一个体积重 大家很重要 就是说运汇不是按照实际重量刷 有一个体积重 体积重是等于长宽高 长乘以宽乘以高 再除以6000 算出来多少呢 就是1公斤的回员 那体积重意思是说 比如说你记一只笔 就记一只笔 这样的笔记一只 那你记放在一个很大的箱子里面 那这个连箱子连笔 称重就1.5公斤 那其他个户记同样的这么个箱子 它有20公斤 那你说我们公司怎么刷 肯定也是按照20公斤去刷 不是说按照这只笔 你刷在大箱子里面 大大的箱子 刷1.5公斤 所以说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那关于体积重的详细解释 大家可以去摆渡 去搜索一下看 那等一下我会讲到空运 讲到讲完空运以后 我会给大家讲 就是海运跟空运 怎么结合起来 然后解决这个体积重的问题 帮助大家节省这个运会 那海运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下 海运不能邮寄这个行李箱的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行李箱 比较贵重 有这个纪念意义 而且对物品有很好的保护 一定要运回国 这个也是可以的 需要额外收费50块行币 那第二个呢 我们还运行你的时候 你如果超过40公斤 一定要分类化 衣服归衣服化 热用品归热用品化 就是一定要分类化 不要有什么东西都落砸在一起 然后你抓箱的时候 要记录你运了什么东西 这个记录表要画给我们的客户服务 那有两个类型的客户回国 是特别约会的 一是在新加坡大公司 知名公司工作的 那现在呢 有很多建筑公司的老板 管理层回国 就属于这个范围 一般来说说 你在新加坡有哪一批 就算是专业人士的 那这些呢 回国呢 我们中国海关 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那第二个是新加坡公民 或其他国家的公民 到中国工作 这个呢 也是有 有很多优惠的 那这两个优惠呢 因为来说涉及到 涉及的客户人群比例不多 所以说我们在视频里面 这不作详细节是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客户 做一个事聊 那关于海运的细节 欢迎大家到我们公司的网站阅读 海运行李是我们公司独立处理 从专箱一直到专柜 报官国内快递专华 都是我们公司自己也在完成 那然后呢 我们的空运行李 是由全球排名第一的DHL来负责处理 我们公司是负责授权咨询 还有提货 装柜 开单 还有售后服务 报官服务 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在处理的 那空运行李的包裹到哪里了 大家可以进入DHL.com这个网站去查询 这包裹到哪里了 进展到哪一个进程 那什么时候回送到街啊 这网站上面都有详细的物流跟踪 那空运运行李每公斤第一到19公斤首重15块新币 15新币每公斤续重12新币每公斤 20公斤以下1公斤18块5新币 没有同期回国的客户呢有个附加费4块新币 每公斤 那体积重视按照长宽高除以5000来说 大家都知道DHL运回是很贵的 我们帮大家争取的1公斤8块5的运回 这个是在市面上是很便宜的 因为我们目前来说 就是说市场上新加坡到广州的航空的货机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货机货机的运回 新加坡到广州这一段 就要8块新币了 那还没算清贯会员 公司利润 还有呢国内快递会这些都没算 如果真正算起来一公斤的15块新币 其实我们现在呢 总空一公斤8块5是算是蛮便宜的 那这个8块5呢还包含 送货国内国内送货送货到你们家的会员 那我们中国政府有许可每个顾民回国 带5000人民币的资源物品 所以税款是没有的 如果超过5000人民币按照货值 你把衣服、鞋子、包包、化妆品、书籍这些东西呢 去做空运 因为这些东西是比较重的 它也没有体积重 有多少公斤就是多少公斤 然后你把那个 像枕头棉被的这种比较 比较轻的比较抛的东西拿去做海运 那我们公司也给你100新币的代金券 那我们公司也给你100新币的代金券 越南支付海运 海运的运汇 那具体操作就是 你空运满200新币 我就送你100新币的代金券 海运代金券 那这个代金券呢 10月的时候你要满200元100 就你海运满200元100元 比如说我们海运 25公斤 那1公斤8块钱 总共是200新币 那200新币你用100元代金券 你实际付款就要回100新币就够了 那等于说我们25公斤的行李 海运回国只要100新币 每公斤就要4块钱 那这么便宜的运汇呢 等于说你去运输那些棉被啦 棉被啦枕头啦 还有餐具的锅碗瓢盆啊 这些都很适合 花不了多少钱啊 因为现在国内经济也是不好的 大家能够节省就多节省一点 能够不扔掉的东西就不扔掉 运回便宜的话就全部运回锅 这以后都可以 都是以后能够用得到的东西 那这个代金券有效70一个月 你自己如果说用不完 或者使用不到 你还可以转给你的朋友去 就我们公司来说呢 就是说 现在来说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海运空运 是我们独家生意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说运回做得太贵 尽量能够帮大家能够把运回节省下来 那具体的细节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网站去看 我们的网站是www.86of.com 也可以扫描一下右下角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公司的网站 那细节的部分也欢迎大家联络我们的客户服务 或者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会再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精准回答 比较常见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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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